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站在你身后 爱有许多种 他们不是我 何必 飞行解说 我不敢难过只能沉默 我也懂你不过要挣脱 看你一笑一动 我幸运就得重 妆容作样 为你一个 笑过哭过今天都沉默 我一个人说我爱你是真的 我不难过 背对伤口 我独自难承受 我说你只是梦 醒来沉重 说你只能在记忆中 请让我继续做梦 作词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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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懂你不过要挣脱 看你一笑一动 我幸运就得重 妆容作词 李宗盛 为你一个 笑过哭过今天都沉默 我一个人说我爱你是真的 我不难过 背对伤口 我独自难承受 我说你只是梦 醒来沉重 说你只能抬起眼球 请让我继续做梦 笑过哭过都变成折磨 我一个人说你爱我是真的 我不难过 背对伤口我独自难过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 考拉直播 我们今天的为大家请来了 大家期待已久的两位 就是我们的少爷孟瑞 和我们的小念王博文 来我们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念王博文 我刚才这个打招呼方式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少爷孟瑞 OK好的 没关系 如果说耳机听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直接说话 没有问题的 哦对 还是可以直接直接来说话 呃OK那我们可以来先看一下 大家能不能听得见 这个最关键了 嗯对 这个我想看一下直播间的朋友 你们能不能听见我们刚刚跟大家打的招呼 如果可以的话呢你们可以在直播间 哎呦你很熟啊 那是当呀 你这个是老司机范儿啊 干过夜场 少爷带带我 啊干过夜场 因为少爷经常教我这些东西 我教你什么 我教你什么 以前我都不懂哦 少爷为什么就是混夜场 少爷 是为了赚钱养你吗 呃对 少爷经常就是赚一些钱 然后养我 然后每天给我一块钱 每每天给一块钱 我给你的一块钱是一个硬币 就是 我每次睡一次就要给你一块钱 啊 然后 给我一块钱 然后让我猜中反面 然后猜中正面的话 就给我猜中那一块都不给我 就没收了 哦 我跟你们说哈 现在直播间呢 大家纷纷表示说 哇 车开起来了 嗯 这个也太 这个也太快了 我什么也看不下去 我看了一下就感觉也是要瞎了 我 哎哎 你们能不能停下 停下 停下 停不下来 完全停不下来 真的就是 这个车开起来之后完全停下来 其实今天上结婚之前啊 是 就 呃 这个我们之前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呢 就来给我私信 嗯 说 说你准备准备 嗯 他俩不需要主持人 哈哈 就是你你把他俩往那一放 他俩自己开始说相声 哪有这么夸张啊 对 那你先出去 哈哈哈哈 不能看是吗 哈哈 我不说话 我就看看行不行 哈哈哈 我看看我不说话 可以 ok ok 好 我帮你拖 哎你干嘛呢 那那我们一会儿一会儿再决定看哪哈 反正今天时间挺充裕的 嗯 因为为什么时间充裕呢 因为他们之前去了很多的节目 基本上屋的能能想到的也都被问完了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先走一些常规路线 然后呢我们再不走寻常路 好吧 来点新花样 对来点新花样 解锁新招式 嗯 那这个看大家解锁功力了 嗯 这个首先我们常规的第一条就是 请二位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回这个这部大电影不可抗力之难铺的秘密 嗯 好吧 嗯 是少爷先来还是想念先来 你先吧 少爷先来吧 你别假情先来吧 少爷不说话我都不敢说话了 是吗 哎呦天呐这孩子太可怜了 我看你看演的 你看底下在底下怎么打我 很可怜 嗯 我看也我看出来了 你都不敢说话 是 我现在看着他我就回身发抖 是吗 瑟瑟发抖 哎呦抖得可厉害了 瑟瑟发抖 嗯 那少爷你先来吧 就是我在这个片子里 你刚才问题是 是我干嘛 嗯 是这样的 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是 请介绍一下 这个人物是吧 这部电影到底故事讲的是什么 是这样 就是我 我是 呃演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 嗯 然后呢那从小呢 就是有一只小狗 叫爱丽丝 啊 然后就伴随着我成长 嗯 那有一天这个爱丽丝死了 狗死了 你看他翻我翻页 你看他就是 是什么狗 呃就是 拉不拉多 差不多吧 腊肠 金毛之类的 嗯 嗯 这跟你不像啊 我是王金狗 嗯 然后后来我就从呃 孤儿院收养了一个小孩 嗯 其实就是算是有点陪读一样的 嗯 然后就慢慢慢慢 两个人发 其实是个疏童 对就发展了一个情感线索这样的 嗯 大概的故事是这样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我就是一个孤儿 特别惨 我每天做梦有一个人能把我接走 但是接走的永远都不是我 然后最后就等来他给我接走了 接走之后我就开始恶梦般的人生 啊 这个噩梦主要体现在哪呢 我也想知道 嗯 因为我是一个很隐忍的人 嗯 然后有有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 嗯 不敢说出来 所以我觉得想念 想念一定有一些疾病 天天想说话说不出来 就是我要是他的话 我都能憋死 嗯 然后就是害怕啊 不敢说话啊 说错一句话有可能就挨打呀 啊 还还上手啊 是 打小就上手 我打过你吗 当然在心里还没少打我吗 一掐二扭三分 哈哈 这容默默的招式 对啊 他也是有点夸张 很凶的 他这个孩子什么都好 就说话有点夸张 不着调 原来是这样啊 明白明白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好 那这个刚刚两位已经是把我们的这个通常的该走的路线 我们现在都走完了 我们完成了基本的流程 哈也算是对我们电视电影的宣传有了个交代了 对啊 那现在我们要开始飙车了啊 哈哈 这个 上车了啊 上车了啊 上车上车前面上车刷卡啊 对 叫收一收西瓜花嘴儿矿泉水 来关后门 买票吗 用买票吗 不用买票上午车用买票吗 上检票就行 不用买票 上午车要检票 是在地下点的一张票吗 是上车车刷卡员检票 啊 你们懂哈 嗯 这个首先我们说一下哈 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呢 呃 少爷谢妍和小燕啊 他是一个非常强势 一方非常强势 一方你知道说也很忍让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嘛 嗯 那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嗯 你说吧 嗯 我不敢说话 少爷不说我不敢说 还是这样啊 这孩子太可怜了 你能接受吗 你看他演的我真是受不了 演的太假了 哎呦我天呐 我跟你讲他天天在我们 因为我们有很多日常 你给我小点声 嗯 我们有很多日常的 我们有很多日常的花戏 嗯 他就是这样演给观众看 然后大家都在骂我扎空 然后 然后结束了之后就完全不是这样 是吗 对 他结束了之后他是什么样 啊 就 你你干嘛 你留人点 那你就是能特别举个例子吗 就是 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讲一件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来讲吧 就是我每天生活的 那你是没什么反过一例 那你是火热之中 然后呢我只能在录节目的时候 或者是 有一些直播啊 或者是有一些视频的片段呢 我才能 报复 因为这个时候他 不敢回嘴 嗯 因为在观众面前 有观众给你做主 是吧 是 然后呢 结束之后 基本就是我挨打的时间了 嗯 什么时候 第二次活动 什么时候就是 结束挨打的时间 嗯 活动结束就是 开始挨打的时间 我都打你哪儿啊 对 我也想问 哪儿都打 哪儿都打 那他打你哪儿最疼 打我屁股 最疼 那哪儿最爽的打你 打我 屁股 哈哈哈 受你的口 哎呀 车速200呀 哈哈哈 车速200呀 车速200呀 哎呀 这个我有点紧张了 主持人还年轻啊 紧张了吗 对对 我听说你叫孙二娘 不是是公孙大娘 公孙大娘 不是孙二娘 对本来是 牡大虫 不好意思姐姐 牡大虫 我 这我也挺紧张的 但是比孙二娘好点 那是吃人肉的吧 哈哈哈 这个 但是没关系 就是我们 我有当着你的面吃 我被他们杀了好吧 嗯 这样哈 就是刚刚这个大家都感受到了哈 就是这个 我根本就无法插嘴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 该插就插 是吗 嗯 这我哪插的东西 你开玩笑没工具啊 那个 就是 不要小 不要小 这是一个严肃的 非常严肃认识的一个节目 好的 那我们刚刚呢 是听到他们生活当中的相处模式 那我们也希望说呢 呃 这个也许有一天 他们可以在戏外啊 也能够这个 某种程度上去表演给我们看 另外一种模式是什么样的 嗯 那按照这个 我对大家套路的理解 呃 你看这个聊天室你也看不过来 嗯 你吃力一点五也不行 乒乓球再快你也看不上 对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环节 就是呢 我们把电影当中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切菜的那个片段 反正我对那个片段印象特别深刻 嗯 对 跟你说这个电影票买回 不是电影票 就是那个 会员买回去之后 我就是那一段印象最深刻了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拜托了一位粉丝 他边看电影 边把那一小段的台词给听写了出来 哦 那今天呢 我们给二位呢 呢安排了一个任务 就是呢 我会要求各种不同的风格 然后呢 请二位呢 来进行一个表演 好 啊 这个上面有说小白声音 那我大一点声啊 对对对 可以声音再大一点 乖 乖 好 嗯 嗯 我现在把这个台词 拿给两个 嗯 嗯 嗯 现在呢这个 要不然这样 我们先把这个普通正常在戏里面是什么样 先原声展现一下好吗 好 嗯 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 词都递给你了还记不得呀 嗯 嗯 好 那开始吗 嗯 好 一二三 action 小念 好了没呀 嗯 马上马上 再稍等一下 小念 我饿了 少爷 马上就好了 再稍等一分钟 还要等啊 那 没饭吃 我就要先吃人了 嗯 少爷 马上就好了 吃完耳朵 是不是该吃脸了 好了 嗯 嗯 嗯 那大家是不是经过我们刚刚这一小段的复习 已经想起来这个画面了哈 嗯 那现在呢我有请二位呢 请用这个国产意志片 嗯 嗯 我们的前辈童自荣先生的那样的一种说话方式 啊 来和我们来表演一下看在上帝的份上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来吧 哦 也连他鞋开F呢 嗯 嗯 哦 小念 饭好了没呀 马上 马上 再上等一下就好了 嗯 哦 小念 我还真的是太饿了 哦 少爷 再等一会儿 马上就好了 还 还要等 那 那没饭吃 我可就要先吃人了 啊 少爷 快来吃我吧 啊 说错了 马上就好了 哈哈 哈哈哈 我很难对大家描述我前面 就是这个孟瑞还好点啊 嗯 王柏文那个状态就是你知道吗 很好啊 对就是 嗯 就是有一种 他私底下经常跟我这么玩 能听过我看到骨头的那种感觉 你就 哦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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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一个哦少爷之后 哈哈哈哈 哦少爷 太喘了 天哪 啊 这个很棒很棒 我没有想到啊 我们国产意志片就发展到今天 怎么样 还是可以的吧 可以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 嗯 他们还说声音小 怎么回事啊 还说声音小吗 对啊 感觉是推到最大了 对已经推到最大了 嗯 已经是推到最大了 OK 没有关系哈 其实我们这边还还揭持在路的 这个问题 应该不大 因为其他朋友有 有的朋友我在其他的那个微信上面问他们 他们说是正常的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演示了国产意志片版本的 嗯 希望下面给我们来一段 呃 老少嫌疑的卡通篇的版本 卡通篇 对 动画片的版本 嗯 嗯 小念 好了没呀 嗯 赵马赵 这招整招哦 你这有的是天线宝宝咩 你好坐坐 小念我饿了 小念 马上煮好了 这招整一步多 还 还要等那没饭吃我 可就要先吃人喽 哈哈 小念 你这孩子有点口齿不太清楚 你这孩子有点口齿不太清楚 是 哈哈 你嘴嘴喊了什么东西啊 你这个好考验我 你就是 对 对 因为我跟你说就是之前节目太多了 就是就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持人 特别是 主持人就是老是被粉丝说 你主持人没什么用 我想想事也没什么用 哦 那就是而且问的问题都问差不多了 所以我今天就精心设计了这些坑让你们唱 好有心 对对对 已经设计了一些 划船不用讲全靠浪 我可以划船不用讲 去吧 哈哈哈 我经常说话别人接不下去的 不好意思 不是我以为你要接着唱 他并没有 对他唱你接着浪一句吧 不用浪不用浪 不要拉哈 行啊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让就是你唱了之后的话 我就无地自容啊 因为我不好意思啊 因为你唱的比我好 所以我只能走了 你就给我面子就不唱歌 对吗 少爷你不要沉默呀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沉默八秒就是播出事故 我紧张 哈哈哈哈 没有我刚刚就是 我刚刚就是打了个点儿 静静的看他 然后他自己就憋不住了吗 沉默八秒扣钱的 我有钱 对不对 多少钱 我特别关心这个 你一看到钱眼睛都发亮 一块一块给我能给你多少钱 但你现在也是攒了不少了吧 是攒了不少吗 三块四块的 那你也太大手大脚了 是吧 就本来我们还有一个环节 我都想的特别好 就是问你俩问题 你俩一不想回答 一不想飙车 那我就收个封口费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创意被恶毒凉欢秀学走了 但是 对 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个那个直播 就是你说他特别抠 我就放弃了 因为无数的偶像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什么偶像包袱都不要 就是为了省的五块钱 哈哈哈 但是你觉得我真的抠吗 嗯 嗯 你没什么要掐我的手 谁下你的手 对我看到你的手了 哈哈哈 我是摸一下 嗯 少爷 是挺 嗯 大方的 大方 主要体现在白天还是晚上 嗯 晚上 晚上 嗯 晚上很大方 就是 我是家里还是外面 家里 嗯 这个房间里面还是外面 浴室里 浴室里啊 嗯 嗯 浴缸里面还是外面 你别浄美看过 浴缸 看下五块钱跳价我得直吧 浴缸 在浴缸外面 浴缸里面有阻力啊 有阻力 你不是大我三轮吗 大三轮呢 我跟你讲他特别欠 他有一次我们两个做客 某个网的那个直播室也是 然后他在节目里面说我大他三轮 然后有很多粉丝就真的以为我大他三轮 是吗 对 然后就真的在我微博里面留言叫我叔叔 我觉得这个是你有点误会粉丝的智商了 不是他们自己说 他说我们真的以为你是大他三轮 那你当时心里怎么想 干那个就是 你说什么 不是 就是 没事 这个我们他不把什么东西后面说出来都还好 我就觉得应该干点什么事情来弥补一下这件损失 对 后来你 我是想说这个 后来你干了什么事情来弥补这个损失 就我干了很多事情也弥补不了 因为他嘴 因为他嘴贱 话多是吧 还是会说 好 那这个我们刚刚还表演了一个动画片版的 现在呢我要给大家送上的是你们最想听到的版本 什么版本 我们希望呢 这个少爷和小念现在角色互换 王柏文来扮演少爷的角色 说少爷的台词 少爷呢 现在呢 不好意思啊 现在你就是小念 你就是他的男主 这一天呐我等了好久 谢谢考了FM 对我们等了多少年 等到这一天 你行吗 可以啊 你硬 你硬 他迫不及待了 你硬气的起来吗 哎 虽然你这种小角色 好 这个你俩觉得准备好了吗 可以啊 可以了 少爷呢 我当然 少爷你现在看他的表情 来吧 别笑 一 二 三 Action 小念 好了没有 马上马上 再稍等一下 小念 我饿了 马上就好了 再稍等一分钟 还要等啊 那没饭吃 我可就要吃人了 少爷 马上就好了 吃完耳朵 是不是在吃人啊 哎 好了 演得很好 好爱你 哎 好棒哎 真的 给你掌声 不掌 不掌 你刚才嘲笑我了 为什么刚才在嘲笑我 我什么时候在嘲笑 你觉得我做作吗 对啊 你不做作吗 小念 好了 我哪有那样 很自然的 好的 好 非常好 但我觉得其实到底这个谁演得更好 谁这个能够更加打动大家 你要看聊天室 我想看看 你看得见就好了 嗯 那这个呢 我相信大家会有评论的哈 但是呢 接下来的我们这个这场戏是我印象深刻的一场戏以外呢 另外还有一场戏我印象也特别深刻 嗯 就是浴室的那场戏 浴室 对 浴室的那一场戏 嗯 但是呢 这个非常有趣 我就看你们的那个表演的时候就在想台词怎么那么少呢 嗯 一会儿一会儿你们就陷入到迷之沉默当中 嗯 然后你们就跟对方这个相视无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那我就在想那当时拍摄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眼神的状态的呢 嗯 你们有没有就是给人物就是就是丰满整个人物的个性啊或者他的人生经历去做这些内心的OS 其实就是我不敢正视正视他不敢看他然后一直躲避他的眼神 包括每次他一很认真看我的时候我都紧张嗯 然后我怕他看出来我有什么一些奇怪的一些感觉 然后我就刻意去回避他的眼神 导致现在好多弹幕还有留言说什么小念的眼睛怎么那么飘啊 其实我是故意的 嗯 其实我在假装就嗯 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嗯 所以是这样的嗯 就是他他其实那场戏嘛 因为他拍摄电影起来跟电视剧不一样的就是电视剧可能需要语言去堆砌一下 就让大家更明白剧情嘛 那电影的话他更在乎的是一些心理节奏上的变化 所以就是我们两个那场戏的话 确实是从他进来到到给我擦背到我给他折到那个浴缸里面 都是没有没有语言的 只是有一些动作和眼神 对 所以就是当时他心里面肯定是那种想法 那我肯定就是 他心里是那种想法 就是想法 他说他没想法 我的想法是这什么是我 嗯 那那家里除了你还有谁啊 嗯 就是应该是他呀 他给你搓是吗 对 嗯 就刚刚演完那段戏还没还没出戏呢 嗯 他梦梦寐以求的东西 嗯 痴人说梦 是吗 没事 我们那一会儿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然后所以当时我的心 你看他瞪我 就是因为我痴人说梦 所以我唱了梦啊 好 你不是我的一个梦 嗯 嗯 你那个梦要不要改成我的梦啊 孟瑞的梦吗 对啊 不要 自己挖了个坑自己跳 就就是 该 然后我那场戏的想法就是 就是 就是我要捉弄他 对 其实前面前半段完全就是捉弄 其实你当时就是 那个角色在那个环境下面 一开始只是想捉弄吗 对 没有邪念的 没有 真的吗 我看错了 你眼神里面 没有 我眼神里面肯定就是觉得 嗯 嗯 你来了是吧 啊 就这种 这这句话不邪念的 哎呦 你来了是吗 他就说主持人我表白你好喜欢你 是吗 嗯夸你呢 哎呦你这个这样刷屏刷成这样 你还能找到 对啊 姐姐太感动了 看他自己他自己编的 他可会拍马屁 是吧 没有你问他有没有人说 没有人说脑子现在直接插地里 我们插地里呗 别这样我给你把体贵 啊 什么 铺个地板不容易啊 好 校园你敢不敢沉默八秒 让他事故一下 咱们一起啊 好吧 一起啊 那感觉你也是要一直说下去 没有关系 南方金箱 好吧 好吧 好吧我们不到了哈 呃那这个刚刚呢我们就以非常正经的访谈的模式呢 让他们呢再说了一下自己在表演过程当中做的一些努力以及还原了当时拍摄的一些场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殊的环节 由于他们两个刚刚说到自己内心呢准备了很多的OS 是一个呃专业演员应该具备的这样的素质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重新还原当时的场景 但是呢请二位把内心的OS说出来 好 今天新花样也是多呢 嗯 从来没有经历 开玩笑你们今天解锁多少新姿势 好用心啊 感觉我们接下来也是没有什么在说 哈哈哈哈 后面的主持人压力很大 好 那我们要演哪一段啊 呃这样啊就还是这个预示这段 因为我这段看最仔细了 嗯 呃那这个首先这样 仔细就仔细你拍什么手呢 哈哈哈哈 也是很期待的感觉呢 我就是挺期待的啊 其实我还是想念他还是少爷 只是说我们把你又想反过来 没没没没 你不是小念是谁 我是小念 然后我心里的OS就不要憋在心里 可以讲的出来 对可以说出来了啊 对但是你这个说出来呢 你必须跟着我说的这个情节变动而走 嗯 好比如说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先巨头举下例子 啊小念拿起了毛巾 在少爷的背上擦了第一下 然后你要说你擦第一下的想法 嗯 擦了第二下 你要说第二下的想法 好 此时少爷被擦了两下之后呢 少爷心想 哎就说你要来想啊 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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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很完美 那可能会擦很多下啊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哈 不要一下子全说出来了 好 好 这时少爷已经躺在了浴缸里 也不叫躺坐着 嗯 坐在了浴缸里 他觉得需要有人帮他来擦背了 他想 小样子我就不相信你不进来 嗯 于是少爷喊了一句 小念啊 过来给我擦背啊 好 小念这时走进了浴室 看到了少爷全裸的背 他想 啊 Oh my god 终于看到了 你别老说你自己最识的想法 不是啊 小念其实他是真的是这样在想 他只是不说 然后他还装做那个样子 你俩对角色的理解有点不太一样 哈哈哈哈 只有你拍完了我就是看出来了 老师过来生气了 好好 嗯 那小念看到少爷祈福的肌肉线条 心理想 也是没什么看的 啊 一块儿腹肌 你在他背后呢 哈哈哈哈 那也是一块儿 哈哈哈哈 对对 这个少爷的背上一块儿腹肌也没有 嗯 啊 这个少爷心想 这孩子站在后面 不 为什么我听你说了 小念始终没有走上前去 少爷在考虑要不要让他走过来 于是少爷喊 小念过来给我擦背 但是小念的动作很慢 少爷心想啊 在那磨磨唧唧的一定是被我的美色吸引了 那不应该如老似虎吗 但是他经常能看到我这样的身体 啊 今天为什么不一样呢 奇怪 我等他过来的时候 再说 好 这时 小念终于上前 拿起了放在浴缸边的毛巾 低下 往少爷的背上一擦 小念心想 哇 哇 好脏啊 有泥 第二下吗 少爷被擦了一下之后 心想 他拿的是毛巾啊 怎么这么大的力气 小念 又擦了第二下 嗯 这个新款的搓泥宝还是很好用的 好脏 搓出来的泥怎么样 好香 好香 你口味也有一点不一样啊 小念 这个少爷眼见身上的泥 越来越多的被小念搓了下来 你也是跟着他的剧情走了 大家相互的嘛 背信就像这样了 看到越来越多的泥被搓了下来 心想 哇塞 他刚才是搓了自己的泥巴 之后在搓脑机上放在我身上的吗 老子明明刚才已经冲过一遍 现在香喷喷的在等着他 嗯 少爷突然间把小念推倒在了浴缸当中 我到底要看看 这个浴缸上面是你的泥巴 还是我的 怎么突然间唇解了起来 正如半天推倒是看这个 对 嗯 话衰如此 不然不然去找干嘛 可是小念突然发现 少爷的手不再摸你 而在扯衣服 小念心想 快点 少爷 不要 嗯 不要少爷 少爷不要停 少爷快 快撕我 少爷 哎呀 我没喊停啊 我没变化你继续啊 你 虽然 我不能表现出来 嗯 很想让他死的感觉 少爷 不要 不要少爷 完了完了 有反应了 怎么办 哎我们俩就不喊停 我们俩就不变剧情 怎么办怎么办 你接着看啊 我要被拾破了 少爷会不会赶我走啊 怎么办 少爷 少爷你觉得他能撑多久 还是不停了 他应该已经撑不住了 好 我来解救你好不好 少爷发现小念挣扎的很厉害 心想 哎 我就喜欢这样 你越挣扎 我老子越兴奋 再叫啊 叫的再大声一点 浪起来好不好 然后手就是 我提把你那活念了吧 你歇会儿 我 我最喜欢你们这种家 对了 我顺着想念的胸部的衣服扯完之后 去往底下一摸 哎 没摸到什么东西呢 哎呦 哎 夹住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 我再抠出来 oh my god 啊 啊 他在说什么姐姐 他是抠什么呢 不知道 是抠你宝吗 对啊 抠你宝不是已经掉到了水里吧 应该是自己抠你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也是广大网友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浴缸里的水是绿色的呢 还有点黄色 是你紧张的尿了吗 天呐 你俩泡在里头不嫌脏了 哈哈哈哈 他可喜欢了 天 哈哈哈 我觉得现在听众是不是已经关了 嗯 这是我觉得听众可能有点太兴奋 所以聊天室已经被他们踩坏了 哈哈 已经疯了是吗 对聊天室已经被他们玩疯了 我现在有点尴尬了 嗯 所以现在我有点尴尬了 那没关系 有点是崩了 我们再回到 我们再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面 让他们冷静一下 你看崩了吧 哈哈哈哈 就是我 怎么办 我 我很尴尬 各位朋友们你们冷静一下哈 就先不要刷的这么快 我知道你们心里很激动 但是不要刷的这么快 小宝宝们 咱们这真是崩了 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 对 其实我们看不见哈 崩塌了 没关系我们现在这个把情绪平复一下 我俩也没激动啊 因为我没激动是吧 刚才是最平常的 平常 最日常的 对对对那你们这个日常我这样就放心了 呃这个我们想问一下哈 因为在这个浴室的戏当中呢 我看到你下手其实挺挺重的 因为就是你肩上全是红的被挠的 呃那我在其他采访中呢看到孟瑞说你有健身 嗯 然后呢我在那个狗哥的那个微博里呢 看到你秀自己的上半身的肌肉 嗯 我想知道说你俩觉得相比之下 谁的身材更好 他的身材好 少爷的身材好 是啊 因为他他之前是运动员出师嘛 那他有有这个运动的基础嘛 嗯 他有他运动细胞很好 因为我是很懒的人 就本身不是特别爱运动的人 但是少爷呃 虽然就是那个 因为我是之前是运动员 所以有那个底子 所以他好练 但是少爷呃比例特别好 嗯 这个比例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该大的大的 该 啊 就是他那个 腿很长 嗯 然后 然后后来我跟你讲 他他有多努力啊 就五五身 他在他在拍戏的时候 我们每天晚上 我讲的现在是认真的 啊 这一咖不是搞的啊 对 就是在拍戏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 咱们大概都是在两三点钟说工啊 对 嗯 回去了还在做养我几个复活程 是怕说就是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些裸露的戏份嘛 嗯 然后他就觉得还是想给观众呈现一个好的东西 其实是少爷喜欢 如果说他他说他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换掉小念 然后我就害怕呀 然后就直接烟 嗯 少爷你本来是想踩刹车的 但是他一脚油门一踩到了 是 我也发现这个车 嗯 嗯 少爷其实已经习惯了 就是他已经习惯我这种讲话 就是有的时候别人都接不下去 嗯 但是少爷就能接下去 硬接吗 对 所以他也是习惯了 对 我都看到你硬接不下了 这个 他每次跟我说说 我说我每次说那种接不下去的话你怎么样啊 他说我大脑 Z速运转一定要说点什么 啊 对你知道吗 因为8秒是事故 所以你一定要说点什么 对对对对 这个等于是过不去了 嗯 好那个啊 恢复了 恢复了只能恢复了赞 但是行为也是看不见的 你们你们冷静点啊 你们冷静点啊 待会车速上去了怎么办啊 嗯 这个没关系哈 这个我们接下来呢 还想再了解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因为就是你俩现在这个聊天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嗯 车速上去了就下不来 是 所以呢我们就特别的想了解一下 生活当中谁是老司机 或者说谁的驾龄更长 我是从认识他之后才懂什么叫司机 是吧 对 他真的是太有经验了 是你知道吗 我看那个采访他的内容哈 我突然间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他可以接的这么好 他说粉丝发给他的私信他主要挑小朋友看 嗯 小黄文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但我觉得应该有点关系 可能就是像五公秘籍一样什么的 哦 就是小黄文就是一个品牌 是一个名称是吧 嗯 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 你们两个如果现在在这装单纯的话 好 行不行老子马上就离开这 我们也是不怕呢 我们觉得也是 少爷 看到了吧 一般人都会这样就去挽留他 对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 然后他你说他也是很尴尬的 就是比如说走了没人去拦他也是干的 哎 所以没人拦他怎么办 我还蛮想看这个场面的 所以说 我跟你讲 所以说有如果有一次我就真的走了的话 他就傻了 嗯 他就觉得很尴尬 他就是总玩这种小小小游戏 但是我觉得 就因为我太宠他了知道吧 嗯 所以你真的想真走一次看看我 给我一个人扔在这我是什么反应 你也会很正常吗 但是你肯定会很尴尬 不会啊 哈哈 但你内心会不会失落啊 应该会吧 会 我就是强颜怀笑就是 没事走了走了 但是我肯定也是 苦了 哎少爷不要我 哎 那少爷我想问你啊 就一般女主角 不是女主角 就是一般主角出去的时候呢 你怎么 我跟你说 这这个戏现在就现在这个这个走向啊 我很疯苦 就女演员特别惨 到现在我想演戏 我们这个戏没有女一号 嗯 那就是老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吗 那就是少爷啊 作为一个女一号 就是你夺门而出的时候 没有人出去追你 你会不会也很失落 我不会 嗯 我还好 为什么呢 就没就是我能感觉得到 就是我走出这一刻 是有人追还是没人追 并且我判断的基本上80%是准确的 所以说 所以你只有会有人追你的时候 你才出去 所以我已经做好很准备了 慢走慢走慢走 所以只要你不追他都不会出去的 所以姜还是老的老 他从来没有出去过 因为他知道不可能追他 所以他已经不敢出去 哦 原来是这样 你知道要走吗 走啊 嗯 拜拜 嗯 好 好少爷你手放哪呢 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他要是在视频 他肯定不敢做这个事 是吧 对 所以你知道我的苦衷了吗 对我现在心里很苦啊 我像一个单纯的少女 哎呀我的天 我心里好苦 是啊 嗯 这个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点正常的内容哈 嗯 下面的内容想问的是这个 因为二位现在有很多的表情包嘛 嗯 有吗 嗯 我就看你的逻辑还是美人鱼什么 是吗 嗯 你有看到他的吗 看到了 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和自己的朋友聊天吗 会啊 嗯 我用他的 用他的是吧 嗯 好 那这个呃 请问就是这个想念啊 嗯 你用少爷的表情包的时候呢 这个心里面是怀这种什么样的感情来使用少爷的表情包的呢 是想说哈哈我让你们看一看啊 啊我的少爷长成这样 啊 对反正就是丑的我会发 啊 只发丑的 对啊 就比如说美人鱼的啊 嗯 还有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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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体的啊 还有什么特别恶搞的那种 好看的我是不发的 嗯 好看的你还收藏啊 好看的我不发 那你收藏吗 不收藏 也不收藏 你就当没看见啊 我就只发他好看的 是吗 嗯就是他有一个那个 对 亲亲的那个 嗯 我经常会发那个表情 就他有一个亲亲的那个表情 他丑的我一般都不发 那你收藏吗 收藏啊 有啊 有很多 对 现在能打开让他看看吗 现在 哎呦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么公平公正公开 我手机没电了 嗯嗯 好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你也找一个 哎呦我真没电了 我手机在经纪人那边 嗯 嗯 我好想喊一些经纪人送手机 嗯 嗯好 我们下面继续来说这个 一些正经的话题啊 好 嗯 这个下面的话题呢 是来自于粉丝 嗯 那这个我们呢 也会尽量还原 这个我们猜测到的粉丝的 这个当时问这些问题的一些状态哈 嗯 有一个叫做兰儿哥哥的抹额 他说 上爷上爷 当时在22个人里面 你为什么就选择了小白呢 嗯 就是 我试了一下 还觉得还挺好的 啊 上爷上爷 你试了哪些地方啊 这句话是 你故意变了音量 你就以为我不知道是你自己问的吗 哈哈 你像铁心关系吗 是啊 我没有像铁心关系 我是帮他补充提问 因为他的 他的状态很对啊 戏也挺好 然后他长得也 上爷上爷 你是去孤儿院挑演员吗 我是坐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挑着挑着他们 就像翻 皇上翻牌子一样 对然后突然眼前一亮说 诶这个小妞 这个小妞 今晚就是她了 这个小伙儿 长得真的是啊 眉清目秀的 唇红齿白 眼睛眨眨的 像星星一样 当时照片有衣服吗 怪可爱 啊 照片有衣服吗 没有照片 他真人 是真人 对我没见过他照片 你们翻牌子这么高级吧 真人端上来翻的 对 挡一面玻璃 看不见我 原来是这样啊 那少爷当时 然后再转身了 他转身了 I want you 那少爷 加入我的fam fam fam也好小啊 这个少爷我想 不是小妞我想问一下 就当时你在那等着少爷转身 I want you 的时候 你是什么心情 我想转身了 哈哈哈 你想转身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我就是 觉得他挺那个 挺挺有样的 挺有样的 对 挺有样的 没关系这个我们能听懂 挺有范儿的 嗯 体现在什么地方 眼神 呃 腿 腿 腿长 你是眼睛走往下头看的 嗯 你就是 鞋式 哈哈哈 我鞋是掉泡的 我第一次听说鞋式是往下斜的 你知道吗 往下45度 对啊 嗯 嗯 让孩子傻别见贵啊 没事没事 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很有少爷的感觉 嗯 然后我就幻想如果要跟他演的话 嗯 就是应该还不错吧 可能我想说别的我会算了 你在这儿 嗯 还是很期待 好的好的 非常官方的一个这个 好 这个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问第二位朋友 他的这个问题了哈 也是关于这个电影当中 这个浴室系的那段情节的 二位呢 要这个回答一下你们各自的一些想法哈 少爷和小念 我很认真的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电影《浴缸》的一段 完全没有看懂呢 也不是宝宝太纯体的关系 只是我真的是不明白 为什么少爷会突然 突然间让小念滚呢 你让这个人给我滚出去 哈哈哈哈 在这给我俩装很可爱的 是不是 我听到你这个声音 我就更想揍他 哈哈 不知道为什么你想揍他 真的吗 我也蛮想看的呢 来 来少爷你先 嗯 就是 就是 你要干嘛 因为我的声音他们说小 所以我要跟你共用一个 那你把那个搓过来 没事 我就跟他用一个 现在好了吗 他嘴贴着嘴录好 啊行 这个照片能拍下来吗 很多人员 我今天看了多少东西 刚才问题是 就是电影月刚系的那一段 没有看懂 为什么少爷突然间让小念滚了呢 啊 就是我会觉得 现在 还不是时候 啊 那少爷判断是时候是什么标准 晚上 敬请替代第二部 哈哈哈哈 猴啊 呃猴啊 其实他们都看懂了 在里面回复都是正确的 所以那个人不知道 可以问他们 对 那他们写影评呢 他们都写了十更了 啊 哎不懂什么意思 十更了好难懂 十更了是什么 啊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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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只听说过三 三 三梗啊 嗯对啊 三金 三金不是那个 三金是什么 葡萄糖 葡萄糖 什么酸蓝瓶的 什么那个 对对对对对 嗯 嗯 下面这一位 这个粉丝呢 他的名字太复杂了 我念不出来 嗯 但是他 我认识 你认识吗 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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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就得这么念了 啊 来来来 来 下面来自于K-I-M-D-I-T-O-T-A-T-O-R的说 嗯 一个貌美的少女 嗯 手机里不是男朋友 而是各种直播软件和你们的虐狗图 也是不想当少奶奶呢 少爷 你教教我怎么脱单好吗 那你就找努力 努力一点好不好 然后找一个像我或者是小白一样 这么优秀高品质的男人 少爷你要把粉丝都变成蒋瑶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这 你这个回答 我也觉得不能过关啊 这样他们就可以脱单了呀 找到我们这样的 还不脱单干嘛 要钱有钱 要盐有盐 有钱吗 你没钱吗 你没盐吗 你有吗 你觉得我没盐 没有 你觉得谁有盐 我觉得 你俩继续我看看大家说什么 我觉得你没有 我觉得你有盐值 没有盐 可以吗 因为我不 盐是什么 是醋 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盐 是吧 我只觉得你有盐值的盐 生败的 是不是 原回来了呢 原回来了哈 那这个刚刚少爷呢 就是非常的笼统的说 你们要努力 嗯 这个努力具体是指 哈哈哈 关你屁事 哈哈哈 来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是个屁事 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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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这样还能做朋友吗 没有关系 出门了再翻脸啊 来小念 这个那因为我们知道哈 这个就是 其实像这样的少女 那你来回答一下 来对 刚才你什么 对这样的这个美 美貌少女 手机里不是男朋友 而是各种直播软件 和你们的虐狗图 我觉得做得好啊 做得好 对 嗯 其实鼓励她坚持下去 我觉得她可以拉跟她男朋友一起看 她现在就是没有男朋友啊 啊 现在问题是怎么找到一个男朋友啊 就给 看完里门之后 就找不到男朋友了 怎么办呢 嗯 她可以征婚的时候 就给 征婚 你活在什么年代 故事后 交婚的时候 她给男朋友看我们两个的那个 顾可抗烈 然后男朋友完了 男朋友跑了怎么办 男朋友什么 然后男朋友完了 男朋友就喜欢 就可以跟他聊 就觉得 哎 然后男朋友说 我觉得以后咱们两个还是做好姐妹吧 哈哈哈哈 好不聊 哈哈 太好笑了 嗯 我觉得男朋友这样的反应也是对的 嗯 那那这个 看来这位朋友哈 这个 k-i-m-d-i-t-a-t-o-r 知道怎么念了吧 D-t-a-t-o-r 这位朋友 哈哈哈 你的问题呢 这就是答案了 哈 太失学的快 对 最后一位叫做刘家学子 这个主持人好优秀 是吗 对 我跟你说 这个退休的主持人被反听回来 表性都特别好 哈哈 那个刘家学子说 嗯 认真的问一个问题 请问少爷和小念 你们接下来都有哪些安排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 有没有什么节目啊 节面会啊 之类之类的呢 大家打开这个节目户里面是那种童话故事啊 或者是深夜鬼故事 别吵醒人家不好 对不起 没事没事 问题是 问题是 没有跟你开玩笑 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 那像我们这个月的话 就是像这些一些电台的通告啊 然后可能会排一些节目吧 就这些节目或者杂志之类的 节目能透露一些吗 然后下个月的话是有那种握手会 握手会那种千海报之类 就跟大家有个简短的那种见面会 下个月八月份 对然后 有些不可抗力电影的宣传配合 包括一些通告活动 然后大家就及时关注不可抗力的微博 对 王伯仁小白和梦瑞的微博 关注他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最新动态 嗯 因为我们最近通告也是有点满的 哦呦 你什么都给我翻白眼 没有没有 人红了就应该是这样啦 人红是非多了姐姐 真的好烦哦 我还要打你耶 可不可以不这样讲话很怪 我好想看哦 天啊我觉得你们说好奇怪哦 哈哈哈 嗯 为什么我们说着说着就往动物的走上去了呢 啊这个没有关系哈 这个我们大家了解了 啊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期待的呃 有这个握手会见面会 然后呢也会有杂志的拍摄 嗯 但其实呢我们看到啊 其实就是其实两位今天有很多面的发展 嗯 除了这个演了咱们的这个大电影之外呢 另外很重要的是还演唱了两首主题曲 对对对吧 嗯 一首呢叫做梦 一首叫做这个不可抗力 是 嗯 那这个我们来分别来了解一下哈 这个录制的一些一些感受 嗯 那首先这个少爷 嗯 是呃你其实应该是就是专业式表演 对对我是专业表演 嗯 那你之前有录过歌吗 有 其实我这这次发这张这个这个单曲是三三年之后 啊 时隔三年 阔别歌坛三年 阔别歌坛 白眼好大啊 谁 没事没事你继续啊 我聊音乐的时候在他面前可是可是不自信的 是吗 对 然后我 嗯 嗯 快点 我以为要演穷摇戏了 我之前就是在那个也是之前也是演了一个月星电影 然后也是唱了他的同名主题曲嘛 嗯 那这次也是一样 所以那针对于我来说就是唱歌呢肯定是我的爱好 那我我当然希望给他唱好 然后我能做到就是用我自己的感情就投入一点 那从这个剧中的人物的角色去出发啊 包括这个原小说包括我们的剧本包括整个电影的一个流向啊 然后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就是唱这首不可抗力可能就会更有感觉吧 就像我看了成片之后因为他当作插曲播出来之后呢就感觉还挺还挺有感觉的听起来 嗯 那这个呃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在这个录歌的整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选歌 或者你在这个拿到demo去学习他的过程当中 这个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或者令你难忘的事情 毕竟阔别歌坛三年之久重新回到乐坛 再唱这个电影的自己主演的电影的主题曲我想应该是有些不一样的吧 对其实这个过程 我可以讲三年前是你自己主动制出的还是被第一次去的呢 哇一个恶泉爆料我好喜欢哦 其实你问这个问题还蛮妙的 嗯对对对对对 嗯就当时呢就为什么唱过许愿之后就很久没有发片 他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我没有一家我没有一家唱片公司啦 第二呢就是也没有人被我写歌 哈哈哈 不是说有很多人找你唱然后你没有时间啊 对齁 嗯就歌曲不喜欢啊 就是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歌不能 这好难哦你知道选歌真的头发快掉光了 不能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对不对 少爷也是嗯 好了 好 还是很好 好那这个不可抗力的背后的故事我们了解到这里哈 就是一个歌手阔别乐坛三年的辛酸故事 对所以所以我这一次带着不可抗力重回乐坛 要杀出一片血路 好 对不对 然后就请大家多多能够支持这首歌曲 这条血路是你唱的太难听了 然后被打 然后一条血路 我跟你说啊 就人家杀血路是敌人的血路 他杀血路是自己的血路 对 一路放血 所以你觉得我这首歌唱的不好听吗 好听啊 我每天都会听的 嗯 我连我自己都会听 是吧 但是我也我也挺奇怪的 我自己的也不听我就听你的 是我跟你说 自己路哥他多变都恶心 对对对 听多了都不喜欢 来这个想念接下来到你了哈 嗯 因为这个之前我们知道你是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嘛 对 诶我先插个题外话 我特别好奇 就因为我在我的印象当中 乒乓球运动员的反应应该是特别快的 因为球速很快 嗯 所以你觉得反应慢 我不是说你反应慢 我是想说就是你练就了这么快的反应之后 在生活当中跟别人会不会有些什么 我的天哪 你知道吗 他在生活中慢的呀 真的啊 我这个没跟你开玩笑 为什么 他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直播间 如果直播间里有很多东西的话 他就开始收拾 他就是洁癖啊 他不是慢 那他就很慢 我说走啊快点出来了 因为运动员有这个习惯 他们要收拾这个 就训练完之后要收拾场地的 是吗 我会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摆齐了 我再走 真的吗 随便先搞一搞乱一下 对对对对 好吧好吧好吧 对他他特别就是 我好喜欢你这个性格 干什么东西都很慢的 你知道你这样上通告 最好是晚上最后一班的 哈哈 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 这个所以你觉得他生活中是很慢的是吧 对 嗯 就是除了收拾东西吧 还有什么地方 会觉得好像有不一样吗 比如说你抛一个什么东西 他接的特别快 或者你拍太小 他一巴掌给你拍小 他反应 他反应倒挺快的 他反应挺快的 反应快去体现在什么地方 嗯反应快 但是他语言有障碍 哦 就是 语言有障碍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发现没 他经常说 你举个例子 他经常说话就说我语言回来了 是因为他总是组织不好语言 嗯 总是容易说错话 是啊 就是在你的眼里 对 我不是说他跟别人跟我了 就我们两个私底下了 其实我跟别人是说不成重点 就是可能 可能我说一个小时间五分钟就搞定了 就是说话没有重点 不会不会不会 你一下子车速提可快了 我跟你说 对提速非常快 他反应很快 嗯 对这个卡拉利的提速啊 嗯好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歌曲的问题上面来 好把速度建下来 嗯 那这个因为你原来是运动员嘛 其实我面很好奇 就是这个球打着打着怎么就发现自己有唱歌表演的才艺呢 就是我之前是 每个人小的时候都应该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嗯 你几岁开始学平方球 六岁 你不知道自己喜欢 就是六岁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吧 就是每个爸爸妈妈去抱哪个补习班给你 就是爸妈的梦想 我觉得 对 他们喜欢什么 就给你抱什么 让你帮他们完成梦想 是的 我爸是乒乓球运动员 你爸也是运动员 对 所以他就自己没打世界冠军 就想让我帮他完成梦想 爸爸你又裸孔了 然后我就帮他打了13次的全国冠军 应该 然后也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应该他也满意了吧 然后我妈的梦想是想让我当歌手 所以我现在又开始帮我妈完成梦想 但是我其实自己喜欢 还是喜欢唱歌和表演这方娱乐圈 然后我就在10年的时候 进国家队的时候 给自己打醒的状态 我说我每次都 我好像唱歌给自己 就是上舞台了 当明星了 然后他就说那你回去吧 然后我就回去了 然后我就回去了 这个时候普通不是跪在教练面前说 教练我想打球吗 没有 然后我就觉得我终于点醒了我 我知道我真的应该做什么 要不然到老了该后悔了 是不是少爷 对你那一刻才认清了自己 对我觉得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 要不然到老了我该怪我爸了 对那你是进国家队 那个时候状态不好 所以刘国良才会这么跟你说的 他也是这么说的 其实是在我人生最高点的时候 最要拼搏的时候 然后我选择了放弃 然后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 我跟你讲啊 其实啊 你说你的 咱俩自下了解 你不觉得就是比如说 咱们队里面有个这样的孩子 他天天就哼哼唧唧的唱歌 弄个什么耳机什么的 然后就是打球训练老不在状态 对然后吊儿郎当的 然后又慢 剪球也慢 打球也慢 真是我们教练就说了 我剪球的时候经常唱歌 然后他就说 如果要去唱歌的话 你就别大球了 经常会说 所以你看着来 你说如果我们两个是教练 或者这个东西是咱们为国家争光的话 来不来气 要我早揍他了 我是天赋型的 有一个小名叫不练自长 我有一次得水痘了 一个多月没训练 然后我之前赢不了他 然后一个多月没训练 正常应该退步 结果回来我把他赢了 所以我有个小名叫不练自长 是吗 对手很懊恼吧 对很懊恼 然后他还输了我之后 他还说 输输输 连忙不回 现在都忍不了了 他说这种话 我也是很想骂 队友的这句话 有点透露出什么来了 对 对我们就从细节里面看本质 好不好 对 中国语言博大精神 是的 妙语连珠 谢谢你的一串 不是在聊我的歌吗 你们在干嘛 这是你自己讲了这么久的平常 我们在聊就是你唱歌音乐的成长之路 对 这个刚刚讲到的是国家队的这一段 在音乐上的成长之路 所以现在这首梦 这首歌曲的话 你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创作理念 然后就写出这首歌 当时脑子里在想是 是你写的 歌词是吗 对对 词曲都是他写的 很有才华的 对我光目相看 真的你脑袋上有光环了 你知道吗 加了两分是吧 不止两分二十分 那好吧 那我不回答少爷的问题 我只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太棒了 他问的问题太磨叽了 一点一点的 我喜欢 我这下算什么呢 你刚才问的问题是 他问我有没有什么灵感 这首歌是我看了剧本之后 然后看了小说之后 用一晚上的时间 把这个词和曲写出来的 再加二十分 再加二十分 我是站在小念的角色当中写给少爷的 就我所有的词都是小念想对少爷说的话 所以这首歌叫梦 对 其实少爷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 然后我觉得 不是梦吗 就是 就是现实当中我永远得不到它 就是总有一些事情发生 所以我只能在梦里 才可以让我感受到那份我想要的幸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别打扰我 就让我继续做梦吧 其实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可能是我看的不够仔细 我的问题 就是我没有注意到那个曲子也是你自己写的 你就是说你从小在什么时候开始学音乐 就你又练球又 他没有学过音乐 他就是喜欢唱歌 所以我跟你讲 在娱乐圈混的时候 他自己就是顿悟的那一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他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人生导师 真的 因为你一定要做你喜欢的事情 这个东西你就会成功的 就是其实他你看就是喜欢音乐 然后一直在努力着 无论是出一张专辑也好 一个单曲也好 然后各种晚会也好 去打榜也好 所有的东西 他就一步步去这么走的话 一定是会有成绩的 因为他就喜欢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也是 我跟少爷一直都是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希望我们的粉丝 包括考来FM的听众朋友们 就是说如果真的有梦想 就一定要去追求 不要去顾虑什么 就是说又不支持你什么 这就不是问题 没有梦想的人才最可怕 所以一定要有喜欢的事情 一定要去做 要完到老肯定后悔 只有一辈子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人只有一辈子不能白火 我爸就看到了这篇文章 他支持我唱歌了 他就觉得他好像做错了一些什么 他都看哭了 你爸主要是因为你那里面 错别字太多了 觉得这孩子没什么文化 还是唱歌吧 还是说去大学 学一段时间 那你自己回过头来看 你这么多年 花了这么多时间在乒乓球上面 你怎么看这段岁月呢 虽然你现在掉过头来看 发现这个可能 不是我人生最喜欢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乒乓球带给我很多 没有乒乓球 我不能去上杰林大学 重点学校新闻专业 保送不到那个学校 没有乒乓球 我也不知道 我也磨练不了我这个意志品质 包括我遇到什么事情 我不会轻易放弃 包括像直播有一些活动 会紧张 会发挥 我觉得你不紧张 对 就有的人会发挥失常 比如说唱现场唱的不好 我每次都是超水平发挥的 就是因为我可能是 因为比赛打了一些什么 全国比赛世界的一些什么公开赛 就是有一些关键球的处理 所以就那个压力 那个压力其实是更大的 对对对对 代表国家的 你那个不是代表个人 对对对对对 包括有的人就熬夜 或者觉得好累啊工作 就是天天的工作 但我就觉得不累 因为我觉得运动员真的很累 嗯 所以这个觉得我就觉得不累 所以同胖球带给我很多 我并不是说不喜欢他们 对他可以说是又爱又恨 其实他现在也有在打 就是就是当做一个业余爱好 然后跟一些球友们就切磋一下 就是一种运动不也挺好的吗 其实学什么东西都不是白学的 对 少爷很有才的 少爷画画你可不知道 画画 少爷画画太好 我 而且表演就是演就是这个表演这个专业课 特别过关 尤其他的那个尤其他画画真的 我年底之前可能出一本 类似于画和随笔的那种到时候送你一本啊 好的好的好的 这样改成这样改成 这么快就提上日程了 对我一定要加速了 因为就 我觉得很妙 那十本 那个 这个十本 是这样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蛮特别的 好我们就是回到认真的轨道上来讲蛮特别 因为大部分在演艺圈的演员啊或者是歌手也好 他们如果有出什么的话 要么是图很多的回忆录 要么就是写真集 嗯 我很少听到有出画 因为其实我是从小学画的 是国画吗还是油画 没有最早的时候呢是那种工笔画 属于国画的一种 但是我不是画水墨的 是画工笔的 工笔的 对然后后来 就叶化的那种 对对对对 就仿古的那种 然后然后后来就是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为了考学嘛 然后就开始画素描和色彩 那为了考大学 其实当时也是也是这个原因吧 就是 你考上 所以我就学了表演 对你明明考的是画画专业啊 嗯 美术专业的艺术商怎么 跑到表演 没有我当时我当时考了是这样的 我当时美术的话是考了 北京工商大学和黑龙江大学 动画设计 嗯 然后 然后 我陪 你听过那个故事吧 我陪一个朋友去考表演 他没考上我考 李亚鹏就是这个故事啊 之后是这样 然后我也是跟我 是这样的 对真的是这样的 天哪 然后我当时是这样 我当时之前考到了贵州大学 嗯 当时我去考上系 上系那个招生的走了 然后贵州大学来了 你迟到了是吧 对 然后我也什么都不会 然后但是我长得好看 对也是有道理 我给你找个东西 然后我就考了这个 考了这个之后 我就考了全国的专业第一名 他就把我的档案调走了 来不及挽留 所以我本来是要 真的是要报考黑山江大学的 因为我妈妈想让我学画画 所以人生也是有很多的机缘巧合 好我们把今天的主题生还一下 人生有很多的机缘巧合 那也许你会认为自己 接下来就是从事某一种行业 某一个工作 但是谁知道 你的档案可能就被人调走了 但是少爷你还是很喜欢表演的 是吧 对其实我当时 你又找回自己找到自己 后来我跟你以前是同事 我也是做过主持人 在贵州的电视台 你在贵州电视台 贵州网店吗 就是 让我吐一会儿 好好好来 你别停 然后后来又去了电影学院 又考到电影学院去上学 然后就在电影学院的时候 就很喜欢表演 对 这个才发现就是找到自我 但是我觉得我有 我觉得画画对我来说 现在可能退步了很多 但是我还在画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是我的解压的方式 我个人在洗净 我不喜欢太闹 所以比如说我压力大一点的时候 我可能画点画或者是翻个书 它就会让我的情绪往下走 就会沉下来 所以是不是因为我平时太闹了 所以你最近很爱画画 这我最近出产量好高 最近因为 说我出去的时候就很闹 回家就很静一静 你给我好好的 就是你那个画册啊 这个序呢就可以特别感谢王博文 特别感谢小聂 由于他在我身边的 其实动静太大 我感觉第二半也快出来了 你不出上下册你看怎么样 他真的很吵 OK好 以后不跟你说话了 你看又傲娇了 行没问题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 我们就是这样 再聊五毛钱有点太热了 这个非常感谢这个不可抗力的 我们的两位主演啊 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也非常感谢大家 跟我们一起就是愉快地度过了 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本来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这个二位青年演员 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少年演员 少年演员 对不起 二位少年演员 好 二位一老一少的演员 老一艺术家 不要打断 不好意思 人家在做些术语 对 我尽量往高处拔 往艺术人生上面走 那他们呢 用自己亲身的经历 你也不用这样 你快点说吧 好 那我们今天怎么就到这里了 我们呢会为大家准备一些签名的考啦 这个我们由于刚刚聊天 是被你们挤崩了 所以我们也没想好怎么送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也会还是想办法的 你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 那也希望呢 两位接下来的这个电影第二部嘛 对吧 第二部我们已经是在期待了 大家现在就算第二部都算热搜了 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呀 大家可以继续看第一部 看过的也不要停 看过了可以多看两遍 买了会员就可以无限次的看呐 所以你们可以多看几次 没看过的呢 就安利身边的人赶快看吧 对 让他们买了票再去看 不要说把账号借给他们看 OK 你懂我们的电 对对对 看我都替你说 你自己说出来 看着板 看着板 对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做个证啊 这个孟锐说他要把画册送我一晚的 一定一定 好 没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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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